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福福奇策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聊聊 这个叫做百威 它是专门做一些 变形金刚工作室系列的 一些小改模的山寨玩具公司 那么为什么突然聊这一集呢 因为这一阵子第七集的关系 好像很多人怀念起 Michael Bay是怎么回事 之前不是大家骂得要死吗 我自己也是很喜欢Michael Bay的风格 应该说真正电影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 除了第五集我无法忍受之外 大部分我都还是比较喜欢的 那么这一款长鼻式的卡车 可以说是Michael Bay带给我们一个童年 有些人是童年 对我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 那么百威的话 在SS的模具上已经推出了很多配色 我今天只挑白色所谓的青花瓷配色 还有黑色报应之尊配色 我们稍微聊聊这两个 稍微对比一下就好了 首先它有这个知情器 我也给大家做过它原色版本的一个分享 它的烟囱有做一个加长 这是它最大的一个改良点 整个气势来讲的话有所提升 大家觉得它的脚底板变成了金属的配件 那么黑色版本也是一样 只要是百威的版本的话 脚底板都变成了铁 所以它在推车的时候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重量所提升 但是以推车的流畅度来说 还有变性的手感来说 我负责任的说百威是绝对比不上官方的 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落差 那么它的青花瓷配色的话 在人形下比较漂亮 变成车子之后 色差的部分就变得稍微有点明显 而且这种白年代久远之后会不会发黄 其实是个问号 这个就真的不知道 但是以我个人来说 我是很喜欢青花瓷配色的 那么它的车窗的部分涂成这样 感觉稍微有点 稍微是有一点点廉价感了 稍微有点廉价感 反而报应至尊的红色的话 感觉看上去比较凶恶一点 比较有一点点一个质感的感觉 那么看一下火焰的分布 这个样子 那黑色的话 因为一颗遮白丑 它的一个破绽来讲 显得更加的少 更加的霸气一点 那这个以烟囱的颜色来讲 它也是应该说 它是金属颜色来讲 稍微有点偏暗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电影前三集的OP的造型 坦白说 我是从第二集开始看的 当年我看到 当时的柯博文的造型 我觉得说这个家伙不要说打架 他自己跌倒的话 或者是碰到路边的路灯 可能他自己的零件都掉下来 相较于第六集 第七集 这个靠近G1的方方快快的造型来说 当时身上有许多破碎零件的OP的造型 可能当年还是很多人不能接受了 但现在它已经变成我们珍贵的回忆了 那么我们先大家看一下 百威的话 改变了这个烟囱的长度之后 你看它肩膀的一个造型有一个强化 那么这块挡一板的部分 在正板是一片的 但是百威的版本的话 这多了一个这个地方 多了一块部件可以把它折下来 这样一来的话 让锤的侧边更加的好看 以及脚底板由于都变成了金属部件 所以这人物的站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加上当时官方如果你要有这个双刀的话 它SS05上SS05的还原度又不如这一款 应该是44还是还是几号 我忘记了 的一个还32吧 所以这个百威的话 直接的话把这个武器都给附上给我们了 那这个白色的版本的话 我感觉吧 虽然我很喜欢这个青花瓷配色 但是感觉吧 这个质感来说的话 好像还是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不过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便宜 然后我手上这一款 这只腿稍微松了一点 只有这只腿稍微松了一点 其他的关节倒是不错 那黑色的这款的话 各方面的关节紧实度就好上很多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的面调也做的很好看 那也是有替换的口罩脸的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想做一个替换 那我们可以看到胸口的这个车窗的部分 两款都是透明部件 相较于后面正版的这个铁灰色的涂装的话 相信质感上看起来是会提升非常的多的 那背后的造型的话 就各位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其实并没有做太多的修改 那对我们来说吧 这个前三集Michael被带给我们的这个OP的造型 也是非常的经典 成为我们脑海中一个重要的回忆画面了 那就算是用这一集的话 小小的回顾一下 这一个 很多人的童年吧 那么这个电影77期的话 我大概就聊到这边 这个剧情再讲太多 再强调我很喜欢看 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 可能大家意见都不一样 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吧 真人电影毕竟还是要 给大多数观众看到 并不能完全服务老粉丝 因为我们毕竟电影金刚的群众还是比较小众的 好吧 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记得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